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取信被害人 当时在殿内窃取物品 遭消信台主发现后当场制止 双方因口角纠纷 引发后续冲突 经通知许女萧南到所说明 双方互提伤害窃盗高速 权案分别依伤害窃盗罪嫌 送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第二分局呼吁民众暴力无法解决问题 应循正当途径报警处理 警察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则无旁贷 针对维续行为或违法行事将强势执法 绝不容许不法行为危害社会秩序 依法严惩就办 以维护市民安全为优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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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